跟兩個圓方程式都給你相切 均內切 而且均外切 它要嘛都跟這兩個圓都相內切 或者兩個圓都相外切 一個內切 一個外切 那就不一樣了 所以現在是均內切 均外切 這樣的圓動員的圓形P所形成的 圖形的方程式是什麼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先第一個圓 先把它找到圓形50半徑是1 圓形50半徑是1 第二個圓是圓形-50半徑是7 所以這裡是-50半徑是7 那這次圓形是-50半徑是1 然後我們要求的這個圓形 動點的圓形它的方程式 那我們就假設這個點叫做xy 然後求xy的關係是 就是我們的方程式 所以P點不是s y 好 那這樣子的話 如果我現在的動員 它是跟這兩個圓都外切的時候 不是 都內切的時候 跟這個圓內切也跟這個圓內切的時候 它就長這個樣子 我P點到這兩個距離 固定點的距離 兩個圓形的距離是多少 這個跟這個距離 你可以用 我們先看這個 這個可以用這個圓的半徑叫r 剪掉這個圓的半徑是7 所以是r-7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Pf2 Pf2呢 如果都內切Pf2是r-7 那這一段呢 就可以用整個 這相切的話 圓形跟圓形跟切點 它是連起來是一直線 但是這一段就是半徑 這個圓第一個半徑是1 這一小段是1 那這個整個是 大圓的半徑動員半徑是r 所以Pf1就是r-1 所以一個是r-1 一個是r-7 相減算出來是6 相減算出來是6 那 這是一個動員的情況 相內切的情況 相內切的情況 那如果都相外切會發生什麼事呢 相外切的時候 相外切就是像這樣 P點在這裡 那這一段距離 就會是 假如說這個動員半徑是r 那這一段是7 所以Pf2就是r加7 那Pf1就是r 這個距離是1 所以是r加1 所以一個是r加7 一個是r加1 那這兩個如果相減的話 r也消掉 還是等於6 所以你會發現到就是說 不管你是兜內切還是兜外切 P到這兩個固定點的距離差 都永遠等於6 所以你可以把它寫成gmx 那這個等於2a 這個F1 F2 剛才講的一個是50 一個是-50 所以它的距離就等於10 那這個等於2c 兩個固定點是交點 所以這是2c 意思就是說2a等於6 a等於3 2c等於10 c等於5 所以可以得到a等於3c等於5 那b平方是等於c平方-a平方 雙曲線是減的 雙曲線這個c最大 所以b平方就等於5的平方25 減掉這個a平方3的平方9 算出來是16 所以b呢就等於4 那我們最主要是要b等5 b平方 這個還沒有關係 那我們知道這個 這個交點是左右形 所以這個冠軸是在x軸上 因為一個50一個-0 中點是00 所以中心是00 那中心是00 上面是x平方 y平方 那左右形 所以a平方要放在x平方底下 要減正等 所以這個3的平方 就是放x平方底下9 減掉y平方要放 你現在要放4的b的平方就是16 所以這個等於就是放4 看看有沒有問題 我們要放4個 那是1個 在3個 1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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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個